考大家一個問題 上集我們說到當場景中的光差 比相機的動態範圍大 就會出現高光或暗部的細節流失的情況 而這個漸變灰淚鏡 就是用來收窄畫面光差的工具 但是如果場景中的光差比相機的動態範圍更小 那還有沒有需要用到漸變灰淚鏡呢? 在考慮要不要用到漸變灰淚鏡的時候 除了上集說到的光差問題之外 原來還有兩個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 可能會左右你的決定 我知道大家當然很心急想快點玩一下這幾塊淚鏡 但是我覺得在未搞清楚他們可以在什麼情況下發揮到功效之前 就默默言去說它有什麼種類、特性、特點 其他情況就好像當你想去開一罐罐頭的時候 你就走去嘉賓店看看有什麼類型的罐頭刀 有什麼種類、特點 結果買回來後才發現原來你的罐頭 根本不用工具都可以開到的 結果得物無所用之餘 還在選罐頭刀的時候八百九結了一番 哇!好吃!好吃!好吃! 好了,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了 大家可能都會很直覺地想 既然相機的動態範圍都足夠應付到光差的時候 自然就再無必要用到GND濾鏡去押光了 但另一方面你又可能會想 沒理由這麼簡單的問題會特意拿出來問的 事情當然沒那麼簡單 對於這個問題 我不直接回答你 我用例子回答你 嘩!好久沒出來 今天趁著好天就來到城門水狼處罰 我們想拍攝這個大逆光的場景 快要日落 你看到這個環境 又有逆光 又有樹的陰影位 所以光差應該挺大的 我現在就試試測一下 先用這個點測光 測一下最光和最暗的位置 到底光差差多遠 這個構圖大約是這樣的 我們來看看最光的位置 應該是這裡 我們雖然是拍攝逆光日落 但我們就不拍到太陽的 所以就大約這個位置 二千二千五分之一秒左右 我當作最暗的位置應該是這邊的樹蔭位 現在可以去到大約四十分之一秒 可以去到四五十 最暗的位置我也是大約的 好,到這裏即是欠多少級呢? 先計算一下 五十、一百、二百、四百、八百、一千六、三千二、六級 即是不夠六級 五級多,五級多、六級 接近六級的光差 所以原來這麼大的逆光 都是六級的光差 所以14.7級的動態範圍 應該是綽綽有餘的 我現在儘管試試試 甚麼都不下降 連CPL都不下降 看看這個構圖 在這樣的光差之下 拍出來會是怎樣 好,廢話少說了 我們馬上拉回暗的光位 推回暗的暗位 一言所料 因為相機的動態範圍 現在是應付有餘的 所以高光陰影的細節 都呈現出來 一切看起來都是非常美好 GNT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 到底用完GNT的話又會是怎樣呢? 好,我現在正在用這個 A-Mode光圈先決模式去拍攝 這樣就將這個光圈值和ISO固定了 現在我就將這一塊 漸變灰雷鏡裝上去 硬押天 看看這個快門會拖慢了多少 好,現在在甚麼雷鏡都沒有裝的情況下 這個快門便是250分之一秒 接下來我就將這個漸變灰裝上去 好,再移一移位置 看看可以拖慢到多少 好,根據直方圖 我看到右邊還有位置 所以我可以輕輕再加光一點 可以加多一級 加多1.3也行 但我不能去到那麼慢 我先開一級 可以去到60分之一秒 即是差了60,120,240 即是差了兩級多一點 即是暗位現在 就是多了兩級多一點的曝光 多了曝光 即是吸收的資訊多了 即是畫質應該會好 到底實際是否這樣 我們回到Lightroom看看 老實說 其實剛才沒有用雷鏡那一張 我覺得畫質已經是非常出色 不過沒有比較便沒有傷害 我們看看加上漸變灰雷鏡又如何 先將兩張照片調到大致看相近 然後再放大對比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片看得清不清楚 我們嘗試放大200%看看 這樣便應該比較明顯 一如我們所料 用了雷鏡那一張 雜訊真的比較少 不過都說回公道說話 如果加光的陰影部分 其實本身的細節比較多 其實雜訊又未必真的會很暗眼 但如果是一些比較平順的區域 就會比較顯眼 所以影響有多大 其實都是要看情況的 另外相機的雜訊控制能力 都是會直接構成影響 一些比較舊一些 又或者是定位比較低的型號 在硬推陰影時候 畫質問題可能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所以在考慮要不要用到GND的時候 陰影細節的多管和相機的雜訊表現 這兩個因素呢 你也最好想起來了 好了 現在大家就知道了 原來大推陰影的時候 會出現畫質下降的情況 我們回到最開始的問題 當相機的動態範圍 足夠應付到場景的光差的時候 還有沒有需要用到漸變灰類鏡呢 我的答案是 因人而異 追求高畫質的朋友 當然就是毫無懸念會覺得 GND是很有價值 但是老實說 其實你又分不分別得到 畫面上這兩張照片 哪一張的陰影畫質是比較好呢 如果你拍攝的最終目的 主要都是純粹為網絡分享的話 畫質的提升 其實未必會為你的作品 帶來很大的改進 當然 要求有時候都是自己給自己的 所以如果你是對畫質有比較高的要求的話 可以拍攝一些大光差的場景 哪怕它的光差比動態範圍小也好 GND都可以為你帶來畫質提升的價值 好了 然後你可能就會問 如果我又接受得到 將陰影推光時候那些起渣的畫質 而我拍攝的場景 多數動態範圍 都是在相機應付的範圍之內 到底這個GND我們是否就沒必要再用呢 在你想捉路之前 讓我直接給你提示 這幅上集都出現過的圖表 大家還記不記得呢 又看不看得明白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張圖的中軸就是相機的動態範圍級別 還未掌握到動態範圍和曝光級別 這兩個概念的朋友 麻煩先看上一集 這裏的橫軸其實才是重點 它代表的就是相機的i數值 我們綜合起來看的話 就是講相機在不同ISO值之下的動態範圍變化是怎樣 沒錯,原來相機的動態範圍就不是一成不變 而是會隨著ISO而改變 那到底會是怎樣改變呢 答案就在曲線上 大家可以見到 這裏測試的基本相機 它的曲線都是斜向右下的 也就是說當ISO增加的時候 動態範圍是會減少的 我們一般講相機的動態範圍的時候 其實都是講最大值 而這個值通常會出現在最低原生ISO的時候 所以如果我們要用到一個比較高的ISO去拍攝的時候 相機可以應付的光差範圍 原來是會縮窄的 一個有12級光差的場景 當我們用最低的原生ISO去拍攝的時候 可能都還應付得來的 但是當我們可能因為條件所限 我們要將ISO推到1600的時候 看回圖表 我們就會發現原來很多相機的動態範圍 這個時候都會小過12級 那又要面對上集提到 要在高光和暗部的細節上做取捨的情況 這個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所以對於一些要用到高ISO去拍攝大光差的朋友 就記得要留意了 行!我知道你跟著當然想問 到底在什麼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高ISO去拍大光差的場景呢? 畢竟拍風景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可以透過長快門 去彌補低ISO的低曝光量 而事實上其實我自己有很多相機 都是用最低的ISO64去拍攝的 所以其實這一點就未必會對很多朋友構成困擾 我想到的例子可能主要都是一些低光的場景 例如是日落之後的城市風景 又或者是城市星空等等 在這些比較昏暗的場景 如果我們要用最低ISO去拍攝的話 就有可能要拖到快門很長才行 如果是長過30秒的話 一來你可能未必想等 二來也在設定上會有點麻煩 另外如果場景牽涉到變化的話 例如可能是車軌又或者是閃燈的圖案 在長快門之下它們都會變得不明顯 所以我們就要透過提高ISO來補償 這樣的時候如果你的構圖是有一些比較黑的位置 而你又想呈現到少少細節的話 相機的動態範圍就可能未必足以應付得來 而且畫室還會變得很粗粗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想 你拍攝的那些大光差場景 會不會對快門是有一些限制的呢 如果有的話 漸變灰濾鏡就會是一件都挺有用的工具 好 再問了大家一次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到一個比較差的畫質 而我們相機也有一個不錯的動態範圍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沒有需要用到GND濾鏡呢 我的答案是 引人而言 如果你可以接受到在高ISO的時候 由高光位或者陰影位會有一些細節的流失 而你亦都可以接受得到 將陰影推光的時候比較粗粗的畫質 又或者其實你可能根本很少需要 將ISO提高來拍照的話 那其實GND就可能未必是你最需要的工具 相反如果你有追求高畫質 你亦都很多時候很喜歡拍一些 例如黃昏這些比較低光的大光差場景 那GND就可以發揮到它的功效了 好了 經過了兩集這麼悶的背景概念講解之後 相信大家應該對於 什麼時候適合用漸變灰濾鏡的情況 有比較具體的掌握 下一集開始我們就會進入比較有趣的部分 就是實地去試用不同的這些漸變灰濾鏡 看看實際拍攝上它的效果是怎樣 以及在實際例子裡面 看看我們怎樣去選擇適當的濾鏡 去拍出我們想要的效果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都會盡量回答的 那我們這次就先講到這麼多 我是阿玲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你好 Surfshark 歡迎你 快來感受這間國際大公司的優秀服務 現在 Surfshark 以超優位 多功能 好服務 創造性優勢 開啟真保障 唉呀 說到我自己都沒有管動 喂 是感動我動 因為我見到以下這宗消息 Surfshark 放棄了一切用戶資料 德勤 證實了這宗消息 咦 沒錯 是Big 4 四大國際會計師樓那一間德勤 Surfshark VPN 經常都說自己有這個 no-logs的資料不留底政策 那就不會記錄用戶的任何資料 例如網上行蹤、登入時間、地點和你輸入過的個人資料等等 就可以確保沒有人可以拿到這些敏感的資訊 因為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從而就可以保障用戶的私隱 這個no-logs政策在Surfshark VPN的實施情況 其實一直都受到不同的機構去審查和證實 而今次Surfshark VPN就堂堂正正實牙實恥地通過了德勤這間大行的嚴格審核 足以再次證明他們的可靠性 不是自己說了算 不是夾眼搬龍門去讚自己 現在就真的可以大大聲地說一句 信Surfshark不怕 除了可靠的VPN服務之外 Surfshark VPN還提供了這個防毒、乾淨的搜尋和資料外設警報 提供一個額外的保護 每個月只要加多一點錢就可以用到的了 新舊客戶都隨時可以訂購 立即按下面的連結用這個優惠碼 R-link就可以用一七節的優惠去訂購Surfshark VPN 還可以拿到額外三個月 一起來全面探索這個網路防護工具吧 我們Surfshark見